男家圣玛利诺市风景优美 治安良好 不过却惊传歹徒入屋抢劫 捆绑管家勒索财务的消息 消息来源指受害家庭是雅裔 犯案的华裔嫌犯黄永成 已经遭到逮捕并以六项罪名起诉 圣玛利诺警方还在厘清一些案件细节 目前还没有公布嫌犯照片 保释金占定为132万美元 圣玛利诺风景良好 治安也向来引以为傲 但经传有歹徒入侵亚裔住家 管家遭到捆绑 让不少人感到错愕 这起案件发生在上星期五 24岁叫做黄永成的男子 持刀闯入一户亚裔民宅 先是捆绑屋内的女管家勒索钱财 管家表示没有 这时嫌犯等屋主返家 取得约900美元后逃逸 随后屋主报案 黄永成在附近被警方逮捕 并被控以绑架勒俗 一级盗窃 入屋抢劫和非法监禁等六项罪名 嫌犯昨天在阿罕布拉洛杉矶县高等法院过堂 对于被控罪名变成无罪 如果罪名成立 嫌犯最高可被处以终身监禁